半场,22分,爵士耻辱五十分惨败谁来背锅,网友,13号秀更像是安文斯北京时间11月15日,NBA常规赛继续进行,由他爵士客场挑战达拉斯独行侠队,本以为上赛季表现出色杀入季后赛的爵士,能够在达拉斯掀起腥风血雨,结果被独行侠打了一个满地爪牙,118比68,狂胜爵士50分。 下半场的爵士仅仅拿到22分第三节13分,第四节9分,这也创造了本赛季半场的最低得分记录,同时第四节9分,也创造了单节最低得分记录。 我们先来看一下数据,爵士,卢比奥11分,哥贝尔10分10篮板,密切尔10分,英格尔斯8分,费沃斯8分,克劳德5分,独行侠,巴恩斯19分4篮板,东谢奇13分6篮板,马修斯9分,史密斯7分,巴里亚14分,鲍威尔13分。 从数据看,独行侠全面开花,而爵士则完全不在状态,上半场还能够和独行侠相抗衡。 到了下半场,独行侠一顿猛奏,直接将爵士打懵,就此剩下的时间都成为了垃圾时间。 那么50分惨败的爵士,是本赛季的最大输球分差,也是爵士队历史上第二多的输球分差,最多输球56分,下半场尽得到22分,为爵士队使下半场得分心低,而68分也是本赛季所有球队单场最低得分。 本场比赛这个锅谁来背呢?本场比赛来看,要爵士整体来背这口大黑锅,由于独行狭发,挥石子太好,爵士主力球员出场时间都因此受到了限制,仅仅到了20多分钟,所以也不存在米歇尔、戈贝尔等主力球队打的不好的问题。 但是因为这样一场比赛来看一下本赛季的爵士,目前爵士七胜七腹,排在西部第十位。 相对上赛季那一匹大黑马的爵士,本赛季的爵士显得是那么的平淡无奇。 归其原因是上赛季有一个13号秀的大爆发,在海沃德离开之后,大家都以为爵士即将进入重建,可是这个叫做米歇尔的13号新秀一军突起, 将爵士一个人扛在肩上,同时打进了季后赛第二轮,不得不说是一个奇迹。 这个时候一切在美之词都如约而至,下一个科比即将诞生,可是本赛季其他球队都对爵士这个13号新秀都有了了解, 所以米歇尔的效率很明显没有上赛季那样的突出了,上赛季米歇尔场均拿到20.5分3.7满板3.7助攻, 本赛季场均拿到20.4分2.8满板4.3助攻,看起来差不多,但是在出售增多的情况之下,命中率确实有所下降, 米歇尔在本赛季没有了上赛季那样的高光表演,更多的是平淡无奇,也许上赛季外界媒体一致将他和科比做比较, 看他的上限非常高,现在来看,很多网友表示,米歇尔更多可能是埃文斯的翻版,也许可能是一颗流星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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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